因为我那个灯是黄的 画面是黄的 所以我这粉色变成黄色了 今天KS不陪我玩 PUBG 我就复盘KS战错边这盘 我都这么威胁他 他还敢不开我玩 我就只能复盘了 怎么说 没人玩 他说你复盘吧 太狠 没人跟咱玩 哎呀 我这个头发怎么 哎呦 哎呦 谢谢这个 Lily 啊 谢谢Lily的真爱你 我本来还想今天休息 后来还想复盘一盘 然后就就睡 复盘之前啊 先跟大家说说规划 先说说竞争达赛的规划 谢谢SJ的抖音一号 谢谢SJ 谢谢 感谢 感谢 谢谢SJ的抖音一号 头发 哎呀 不是 不是 你们不能要求我四天装发 还要求我周日周一周二也也倒吃吧 不行 我我得我得露出真面目 我得露出真面目 我这不能平时天天的做装发吧 那一一天挺贵的 你看看 你看看 看了吗 看了吗 说话 说话 看了吗 这是什么 我细腻的脸蛋上长了一个包 看到了吧 就是吗 因为天天的做装发 天天做装发 你看 长一包 看到吗 看没看见 我怎么有问题啊 卸妆 我靠 我用假样那个卸妆油 哎 就他那一瓶卸妆油 这四天我给他干了一半瓶 怎么卸啊 谢谢水嘟嘟的抖音一号 那卸妆油我就先挤手上 然后呢 你听我说啊 我挤手上 把脸上一抹 就要起点白色小默默 然后这个时候要乳化他 然后就接一点水 搓搓搓 让脸上 就摸摸摸摸 然后就冲了 冲了之后 我又打一遍 又弄脸上 又再乳化再弄 我每天是洗两遍 他那个睡妆水半瓶子给我干干干干干嘛呢 还是 但是你看啊 这个 这你你比如说要是要是头发上面这些位置 我可能卸不到 但是这个地方怎么会 这个地方怎么会卸不到呢 脸的这块 怎么 怎么 怎么回事啊 没用洗面奶 没用洗面奶 哦 还要用洗面奶 我没用洗面奶 谢谢SJ核水兔兔的抖音一号 谢谢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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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没有洗面奶 太麻烦了化妆 巨麻烦 哎呀 不 真别让我化妆了 一号 真别让我化妆了 下周三第十一季啊 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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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啊 因为今天跟跟这个跟这个 撸黄啊 碰了一下 他跟我说要提了点小建议 我跟大家交代交代 现在啊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 哎 王牌 我给挡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京城大赛这个王牌饲养员 他有王牌饲养员 第一名卢卡斯 第二名车车 第三名尼可 这三个人 投了这么多钱 看到吗 投了这么多钱 能怎么样呢 能知道 这三个人还行 但是也就还还行了 我们可以给他 给他们三个搞点图签啊什么这些东西 但是呢 还不够 所以我们好像 我们 我自己想想啊 如果我们是三个人的话 正好我们每天打三局 那么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指定一下夜间的BGM 比如说 这怎么样 就这是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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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就这 怎么样我这个想法好不好 车车是不是高兴坏了 怎么说 不是我们这个是回馈老板的一个一个福利 可以就 指定角色不行啊 然后啊指定可以指定单人视角好不好 指定个呃也可以 我们第一盘第二盘不给上帝视角的时候由他们来指定视角 是这意思吗 但是我们第三盘开啊 那就只能前两个人可以想象这个待遇了 指定视角可以 指定视角可以 那不是全都是我的视角了吗 那这不是全都是我的视角了吗 那不每把都是我了吗 但我老拿平民啊 我拿平民那不是就天天的指定身份不行 这个太赖了 这个太赖了 这个指定身份太赖了 你指定身你指定身份你没法弄 你比如说我跟车车说我车车 下一把给ks指定个女巫啊 我拿老板就把ks倒了 那这就不好了 这我们不能这么干 谢谢阿末的保日姐 我说卢卡斯哎 这个给我指定一把下把ks预言家 结果卢卡斯 跟我们官方说 预言家给王宝宝 结果我站错边了 那也不好对不对 这肯定不能不能这么能 恭喜没有名字 薛飞的会员啊 谢谢感谢 谢谢啊 我们不能这么能不能这么能 指定板子有点狂了 吧 没有 我今天只是在想 我们的王牌思想员的福利不多 只有什么兔千这那的 我觉得 我觉得我觉得我这个包子这么哎呀 我应该打个遮瑕 今天直播之前应该遮一下 我这个 太冥想了我这个包 这这观众都不都看见我这个包了吗 嗯 看看吧啊看看吧我到时候 给这个观众朋友 呃给我们这个王牌思想员搞点福利啊 想想我想想我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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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也是输赢算机分 有没有那个弹幕大神 那个弹幕老师们统计过我们上一季 就这一季第十季的狼人和好人胜率啊 我们之前呃 你比如说如果好人胜率就比如说啊 一共我们这一次 比如说玩了一百盘 如果好人胜率有70%以上 我们准备以后给狼人赢了加1.5分 超判用啊 你们帮我看看啊 好人赢了多少啊 少人好人胜率高到70%以上了吗 如果好人高到70%以上 那下一季我们就给狼人加1.5分 啊就是这样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 呃还有呢就是我们准备 想想给不给那个 给不给那个大幕老师们 啊不是给那个选手可能发发个小金条什么的 啊就是比如说每周分数最高的 我们想给他们一定有纪念意义的 京城大赛的一个专属的金条 之前看那个明星大侦探的时候不就有金条吗 我就想给他们搞个金条啊就是每周 每周极分第一的 给一个金条 给一个金条 呃一个金条 一周一个金条一共有两周半 哎不是一周一个金条我们一共得打两个月半 那就是十周十周的话 我这一个赛字以下来能有十根金条 啊不不不不是不是 那个嘉宾能有十根金条 啊嘉宾能有十根金条 嗯 行 我那个金条上面可以写一个京城大赛赛的一个 京城什么费钱不费钱都是什么 应该的哎呀这不是应该的吗 这小钱花意思就给大家一个这个小奖励 给这个大木老师不是给那个其他嘉宾一些小福利对不对 你这 其实不是这有什么有什么怕花钱呢 哎就不不是不是不是跟前面 纪念意义的金条上面写着什么京城大赛赛 第十季 啊不京城大赛第十一季 你看多有意义每周谁拿一块哎再加一哥 你这东西还不单单是个纪念品 你看像昨天那个奖奔 那个奖杯你拿回家分量很足 啊但是他不是金字做的啊 哎我们搞个小金条搞个小金条 哎说话难听啊什么左手金右手你们就说话难听了啊 我们这个是公平公正靠实力 去拿金条好吧 每周的第一名我们就奖励一个金条 这完了吗 这说说啥呢你们说啥呢 好吧搞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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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没什么毛病谢谢卡木特的小新鲜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对于对于我们的这个这个精神大赛的这个选手们的 嗯这个 进去心啊就是就可以了你看他们现在平时也不怎么玩蓝沙不像我我天天练习蓝沙 我每天睡不着觉夜里练蓝沙练到早上七八点才睡觉 他们这天天也不玩蓝沙哎这样的话呢讲一个小金条没准大家就都开始练习蓝沙了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整整整体蓝沙水平还能再上一层楼 我觉得非常不错啊就我是这么想的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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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想的嗯然后还要什么东西反正我们 暂时 暂时什么这么琢磨啊以后可以搞一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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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想弄的反正大赛赛下一季应该还行吧 大赛赛下一季应该还行哎呀我这个他们头发已经造成这样了天 错了怎么惩罚我也希望大家告诉告诉我们我们那个这一季本来他们定的蹦极我想不行这东西不能不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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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玩的这么这么大这个没法弄 不能够不能够不能够 第二凭什么给金条要给只能给第一我告诉你们没有人能够记住亚军的名字 懂吗任何一个赛事上谁能记得住亚军的名字呢没有人 只有人能够记住冠军懂吗 只有第一能有奖励给什么给什么 是这那的 亚军还想要金条你 太夸张了你们天天太夸张 嗯 嗯 休息间 休息间 休息间视角 休息间视角 入夜之后 休息间 我想想吧我想想 这个东西 休息间视角 大家还要看现场人的这个这个东西呢 并列第一 还能有并列第一吗不可能 很难有并列第一 每周的第一都我又不是每周都是第一 我不是每周都是第一 我哪周是第一不是我我我这一季有好几周都不是第一呢 真的我觉得就讲这个小小金条这一奖励我告诉你这个竞争大赛 他们就都开始好好玩了你这闹呢 你们你们想想吧我这可要奖励金条了一个个的跟我这 行不行弄不动 弄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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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一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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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一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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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我我真的是天才我真的搞一搞搞一搞挺好 鼓励大家啊好好玩游戏 嗯 行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复盘吧 我们开始今天的复盘 开始今天复盘今天复盘的是我们这一季 这一季也就是发生在昨天晚上的事啊昨天晚上这个 昨天晚上这个 第一盘啊复盘第一盘昨天的三把啊昨天的三把第一把第二把我都比较用力非常可以说非常用力 第三把没有特别用力啊但是后后面再用力已经来不及了啊就就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 所以我们就开始复盘啊开始复盘 开始复盘这个昨天的 呃 第一局 啊 大家一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二号玩家一个在景下啊 现场时间十九点四十二分根据现场时间六号家请发言七号人家走 我从 厂上那个 啊 我这第一个位置发言我怎么给你们心狠手拉这拉不了一点啊这这没法拉了呀这个那怎么弄啊 这怎么怎么弄啊这这我第一个位置发言因为同时可以接 谢谢大家今天都挺好看啊都很帅气都很漂亮除了 哦不除了你也很好看一号你今天也不错你今天也不错啊 那个反正等会一号人家那个取跳站边你好不好 你今天跟大家都太不一样了太亮眼了很难不把自己的目光投注在你身上的确实是 我说好人那警察滑一下先过一下啊警察就交站边 就是我说好人那 啊太亮眼了很难不把自己的目光投注在你身上 ksksks 怎么说呢 就是咱们好好说啊其实昨天 昨天很多人对于我们那个奖项有点问题 我我我说说这个奖啊是给ks还是给耿雪 呃我是觉得一个人他从 从一个 不一定能站对边到 站不错边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好人的巨大提升 而 而 而从 一个根本就拍不对神的身份的狼人 变成刀刀众神的 这种选手他是智的飞跃 所以我把 最佳进步奖 给了ks了 因为昨天他们那个奖 也是 但是这个是这个奖是在这盘之前就定死了 当时6号还没站错边呢 没想到就站错 当时问我说到底是给耿雪还是给ks 我想想还是要给ks 因为刀刀 能够作为狼人找神找的对 是基本上是非常难的一个高度 并不是你不能说因为耿雪最近站边稳 就给他最高进步奖 耿雪或许狼人发言很好 但是他没有那种能够在 狼人团队里面担负起责任的这种 就是目前还没有在狼人团队里成为狼队领袖的这种概念 所以把进步奖给了ks 把进步奖给了ks 进步无非就是实力提升的意思 当然ks从下一季开始 进步奖跟他就没关系了 因为他这一季已经到达这个高度 所以不太要给他 耿雪而无用质疑一定是有进步的 一定是有进步 进步也比较大 确实进步比较大 如果没有ks发挥会给耿雪 所以我这么说一下 大家应该也会觉得没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为什么女嘉宾没讲这个东西 这个问题 其实我想说一下 首先我们颁发奖项的时候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会考虑谁是男嘉宾 谁是女嘉宾 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样的 有些嘉宾有的奖他是不想要的 我先说一句这个 我不知道 我就多久就不再说了 有些嘉宾其实对于某些奖 他自己是不想要的 我们也不是说非得玩命给 尤其是很多个别奖 奖项他有的人他不想要 不是很多人都想要的 你像我第一名这个奖 我就不想要 我就不想要这个奖 那为什么非要给我 后来我一想 那得了 那非要给我就要 其实我也不想要这个第一名的奖 没意思很烦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奖嘉宾不想 实在不想要的奖 我们也就不给了 也不用说什么我们节目组 我们是一个非常好说话的节目组 你不想要我们的不给 你人不想要还能非得给 对吧 嗯 哎对其实我们我们颁奖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考虑男女的问题 都不一样的啊 对吧 还有就是哦说到 嗯进步啊说进步ks 反正在这一季我觉得确实是还挺厉害的啊 挺厉害的 因为他平时做的功课也多啊 他平时反正整天没事干嘛 他这个人也就整天的也不玩游戏啊 天天的也很无聊 天天就复盘研究别人 研究别人这些小动作小细节啊 他有一套自己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玩法 但是他这个时间呢都花在大学赛上啊 就是说他这个东西 他花时间研究这些东西 他只能定准大学赛这个这些人的身份 但是话说回来也够了啊 也够了 因为他他毕竟也只玩大学赛 平时玩玩网杀这些都是用不到的 但是但是这个东西付出了就有回报啊 然后所以他现在定身比较准 所以我们把这个进步奖给了 就给了KS吧 那就给了KS 嗯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吧 还可以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我们那个这步奖给的还是可以的 嗯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要要评价KS这轮发言呢 颜值上面也有进步 KS从颜值上面有比较大进步啊 就这一集来讲 其他的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可评价的了啊 反正第一个发言上来什么也都没了 的确是 我说好人 那警察滑一下 先过一下啊 警察交站边 7号呢请发言 我验6号是张好人排 然后景辉就只能621 好像1号不在景夏是吧 那就验个唯一的这个这个景夏2号 先验2 然后景辉验个13 1 3 1 3 然后如果 呃 我想想先验2 然后1 3里边 就是谁起跳就验另外一张 大概是就是这意思 6号是个守卫 我报了吧 因为 因为那个 我们第一次 我们第一次京城大日赛 玩那个机械狼的版子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身份 6号就没他跟我站边 嗯 我之所以报出来就是因为 嗯 游戏玩法虽然不同 但是6号作为我的金水 我肯定尊重他的玩法 所以我就报出来 而且我觉得也无所谓吧 那个6号价水平估计你们也只能看便宜 那也没什么 你们这盘要不然你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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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人就放弃喊跳 我就瞎归一人啊 我没准就把这个 这个1号可能就送送走了 因为只有你的服装给我们大家不配套啊 其他的没了 我第一个发现就说这么多吧 景辉反正就是1号如果要是呃 起跳我就23眼 然后3号要是起跳就是21眼 好吧 其他没落过了 我们7号玩家收到 起跳我就 这把是我等的一个 这把是我等了很久的一个机会 嗯 这把其实是一个等了很久的机会 入业的时候 我的队友是王宝宝和嘴带啊 然后我们首先首先KS挂象一定不是女巫且戴身份 然后不太像猎人 然后我当时觉得他的身份 就是你你这样排出之后他就不是平民 他第一个发现之后也不是通灵 那他有可能是机械狼或者守卫 我就先报个守卫 他是机械狼呢也没关系 发错就发错 嗯 发到他守卫的时候他的他退水了吗 KS退水了 KS退水了之后 他退水了说明身份发罪了 但是身份发罪了之后要怎么骗他 要怎么骗KS这个时候 你就要用力了 其实我这轮发现真的挺用力的 我骗KS是用了 因为当他认了守卫之后 我骗他就开始回忆了 我就直接开始回忆了 我就已经开始了 京城大人赛 因为京城大人赛的时候 第一次的时候我自己清楚记得 我当时我是通灵KS的守卫 我报他身份 我没有报出他守卫 他反而没信下我 那个时候他就没站队 所以我这个发言的意思是 我带势由我自己玩通灵师的玩法 我不愿意报身份 你KS有你玩通灵师板子的玩法 你愿意报身份 那好 那我今天我就报出来你的身份 是因为你是我的金水 我愿意符合你的打法来玩 这是一段骗他的发言 第二段骗他的发言 是我在夸他 我说KS拿守卫太强了 KS拿守卫 那基本上老人就只能看便宜了 反正这两句话说完之后 够KS喝一壶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自己感觉没什么问题 玩我是直接这么说的 而且我 然后呢 说完这两个之后 就一定不要再多再多对话 因为对于KS这个便宜 不是 就是对于KS这名选手来讲 他你你你越多对话他 他是不吃这套 他是不吃这套 再听一遍我这个 我这个发言还挺好的吧 我们看便宜了 所以我肯定尊重他 那个机械狼的版的时候 我大概是有 然后很漂亮 除了那个太亮眼过下 我验6号是张好人牌 然后景辉就只能6 好像1号不在景夏是吧 那就验个唯一的这个景夏2号 先验2 然后景辉验个13 然后如果我想想 先验2然后13里边 就是谁起跳就验另外一张 大概是就是这意思 6号是个首位我报了吧 因为20围警下的一定要验 这就说一下20围警下一定要验 剩下的我先这位起跳 13里边一定假如有对跳 就留另外一张 然后就是这样 因为那个我们第一次 我们第一次京城大日赛 玩那个机械狼的版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身份 6号就没太跟我占别 我之所以报出来就是因为 游戏玩法虽然不同 但是6号作为我的金手 我肯定尊重他的玩法 所以我就报出来 而且我觉得也无所谓吧 那个6号人价水平 估计你们也只能看便宜了 我提到了第一次 我拿通灵师的时候 你就没占我边 那这一次我都按照你的要求做了 你还不上我的边吗 那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 估计你们也只能看便宜了 那也没什么 你们这盘要不然 你们这个狼人就放弃喊跳 我就瞎归一个人 我没准就把1号可能就送走了 因为只有你的服装给我们大家服配套 其他的没了 我第一个发现就说这么多吧 景辉反正就是1号如果要是起跳 我就23眼 然后3号要是起跳就是21眼 好吧其他没了过了 说到妆容问题 我这太显胖了 我这个你看我这个角度 我这个为什么上镜这么胖呢 我其实不胖就是正常生活中 而且我跟你说昨天 昨天我这个衣服是厚补的 我之前选的衣服是一个 特别好看的一个粉色 但是那个那个那个店里面 那个客服给我拿错了 我昨天不但是有一个粉色的衣服 还有一个非常长的白发 就是就是戴头套的那种 戴头套的那种 我那个白发选的那个发型 巨他妈帅 我告诉你们 我那个白发巨帅 结果昨天那个白发也拿错了 所以我到了5点多 没办法 所以就只能用我自己的真头发了 你知道吗 用了自己的真头发 然后那个装发 没有我之前用那个装发好 其实昨天弄的这个头发弄得很难受 所以就凑合就来了 我是有一套假发的 就是白色的那种银白色的 巨好看 巨好看 那个那个那个就是就是得 但是也是得戴头套 然后用胶水 这就是那个酒精胶上 嗯但是 但是最后没弄好 来不及了 因为那个头发得改 哎呀你们不懂 你们哎呀你们懂什么 不是 咱不说别的 在染发这条赛道上 是不是哥们最厉害 谁谁先带起的两轮的 染发潮流 第一次是不是我先染掉 他们就跟着染 不是现在你们打开耿雪儿和那个 刘凡水直播间 你看看他们在干嘛 真够逗的 他们不现在都去染头 那不是这轮不就是因为我吗 哎呀你们在说什么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发型师 但没办法 因为我蓝沙玩的太好了 才被迫吃了这碗饭 要不然我现在就是发型师 你们都不懂 你们根本就不懂我的寒净量 别的我都懂 还有一名了 这外粉钻群7号 涉猎范围很广 嘴大确实可以 说事实告诉我们 只要活的足够久 能看到技工和美式 挺好挺好 我觉得7还行吧 挺像的 我不太 我觉得6应该是首位吧 原因是 你看7如果是通灵师 那他验了6 6要么是机械守卫 要么是真守卫 我觉得反正 67反正不太像两个小狼吧 搞这一出 我认为6的底牌就是真守卫 那我也不能说 就看6号玩家站边 肯定不能这么说 然后我觉得7力度蛮大的 因为6是手注意发炎 然后锦上 锦下就一张二号牌 那如果后面都没有别人跟6起跳的话 那6不就是那个吗 所以 我觉得7的力度是蛮大 但是跟7号玩家起跳 他的发炎跟力度其实关系不大 还是听听后面的对比 我觉得7的预言家面在 8成左右吧 其实他比较像的是他说那一句话 他说 今天如果狼放弃喊跳 他就乱归人 那要不狼队想想 反正我是好人啊 我没啥心理爱理 我觉得7的预言家面有8成左右吧 我看一下后面的对跳 实在不行就这个 雷霆行动 雷霆行到老鸡公子 好吗 就这样啊 当时我没有听出来 牛肉干是我们的机械大哥 当时我只是 单纯的认为 牛肉干是个站错边的好人 哈哈 因为我跳远家的时候 牛肉干是经常站错边的 牛肉干经常站错边的 牛肉干现在玩老人杀 就是拿好人站错边会比较多 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想的太多了 思考量太过于大 大了 而且他玩老人杀最大的问题 是总喜欢想别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会容易被我骗 为什么会被我骗的原因是 因为我玩老人杀从来不讲究收益 因为我玩老人杀 他 我不要收益 我就自己瞎玩 但是 牛肉干有的时候就会觉得7号这个收益是什么 但他不知道我是个 不要收益的人 所以容易被骗啊 大概就是 这个意思 但牛肉干的汗跳确实很好 我甚至觉得有的时候牛肉干的汗跳 都快接近我的发言了 哎呀 真的很厉害 非常厉害 所以就是就是就是这意思 我其实平时 我这把汗跳确实很容易 我平时都不这么用力发言 其他没什么 就很很强很强 非常强 9号你要请发言 7号赶紧的狼 我来 不是你们懂不懂我的汗跳发言 我平时汗跳用力吗 我根本就不用力 我这把用力之后 有人 有好人站对边吗 我就问你们 这盘我汗跳之后有好人 外之位有一个好人站对边吗 真够逗得你们在说什么 我的天 7号不敢点的狼 我也能点 女无盲独 不是 郭小伟他是正常好人们 郭小伟凭什么站对边 郭小伟能站对边的理由 说王宝宝不能是机械狼枪 我都吐了 王宝宝凭什么 不可能是机械狼枪 哎呀不是 郭小伟 郭小伟 纯属复复得正 哎呀你们别说了 哎呀你别说了 7号特许 守卫空手 7号特准 我先战边一手7号啊 然后 我觉得6号肯定是守卫 看到你那个表情反馈 嗯 那个表情反馈 我看到了 我觉得你是守卫 然后你也退水认了守卫身份嘛 然后我觉得4号有点像狼 8号玩家发言一般吧 因为他说7号的预言加面高达8成 那个后面说什么还要听对比啊 我是直接就占7了 但是你的好人面就是你要外龙老鸡公子嘛 我觉得这个挺像好人的 老鸡公子看上去的确不像好人 不怎么像好人 像狼人 然后我是好人啊 我就先战手7号啊 我觉得7号是通灵师啊 好人必胜 要走 我跟你们说荣耀 这小子 把店里面最好看的一套衣服给选了 这个 这个 太夸张 咱就是说你看看其他人的衣服 能看吗 能看吗 荣耀这小子把店里最好最好看的一套 都穿上身上 而且荣耀最大的细节是首先我不认为荣耀应该做头套 但是戴了头套你就会发现其实荣耀戴头套其实不好看 为什么因为荣耀就会露出他的这个大额头 但是他带了一根绳挡了一下你就又觉得人家好看了 谢谢阿都的定制跑车 带着根绳旁边还搞点什么小羽毛 哎你就觉得他这个元素非常多就觉得他这套不错 懂吗 其实荣耀不太适合古装的这种装饭 我自己认为啊 所以 他就他一定要有头发脸你知道吗 荣耀一定要有头发脸 但他没要头发他因为因为他 带种古装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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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造他他就没办法你知道吗 按我们那种像我们这种学过 就是发型的这种专业人士像荣耀这种必须 他这种额头不适合露出来 就是也就是为什么荣耀长头会比短头好看他之前那种矛寸那种头发就不行 是吧他去创的时候他那个那个那个就不行他那个短范他就现在有头发流长了去就行 我过了 我过了 10号玩家请反应 裸点四郎6789跟我撤什么 开玩笑 他上井说哈哈上井拉不了了过了 他说你是守卫 他说我是守卫我就退水 8号我觉得前这位8号玩家肯定是 反水这个装容咱先分析给我的感觉感觉就是嗯 嗯年迈且风韵游存的老板娘 就就就反反水这个装 就就这么说 就是年迈且风韵游存的老板娘 反正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啊 这个他这个装化完之后显得 反水是96年的我反水年纪不大 你知道吧反水年纪很小 但是这个装怎么感觉化完之后就 他们昨天的那个化妆师真不行 不是我说啊是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昨天的化妆师真不利 知道吗 眼线没有这么化的 眉毛也没有这么化的 高光的气节就是零 你像我这种天天学美美妆的这种美妆博主 我就看不了这个 口红化的什么玩意儿啊 就上嘴唇你你哎呀我都不想说 唯一一个类质还是反水自己要点的吧 对不对 那化妆师不零 嗯 谢谢部门的抖音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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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反反反 我觉得 反水本来本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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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年轻啊很年轻 我昨天画的有点显成熟 有点显成熟 狼你的发言是不可能合理的 狼不跳让七全场为一真通灵乱归乱归等于归 现在看起来反水 嗯 妆容一下顺言很多 哎一会再说 大哥 大哥直接死 你说那不然来就别掉了 你就让他乱归吧 你这纯纯胡说八道 我听不懂八号玩家一句发言 我今天跟八号玩家对抗到底 他是好人我真是听不懂啊 王哥略带一丝笑容 小九是好人五六七八 有你的好事啊 这咋回事啊 不是很明白啊 反正目前就觉得六七是同身份吧 对吧 要不然六七是两张狼人牌 六七 要不然六七就是两张那个好人牌 我觉得不跟六号玩家对跳守卫 是不可能存在的 如果六号玩家做死全场 唯一真守卫 那不就是六号玩家指哪打哪吗 这没毛病吧 我觉得后这位是一定有跟六号玩家对跳的 今天就是两神对跳的局啊 对吧 那八号玩家说 哎呀后这位的狼要不就别跳 他乱归人 这不可能的 因为我自己是个好人 我会觉得狼一定会跳 没有狼会不跳的 我觉得八号玩家底牌 有可能是狼人才能说出这种话来 戒备心太小了 好吧 我跟前这位的八号生死屁 别的没了 不要掉 反水 其实 就 这个时候打了牛肉干 我其实就怀疑牛肉干 有可能底牌生成为狼 因为反水和牛肉干 互相定身份的时候 然后就稍微准一些 而且他俩经常护带 他经常护带 然后但是不重要 因为反水 也有可能做成我们的机械大哥 因为他在干嘛 他在受了一个事 就是六七共身份啊 六七共身份 这个话说出来之后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六七共身份也是可以侧面说明想让六号去站七号边 因为如果六二号他就想站七号边 呃 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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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六七共身份这个东西一旦说出来之后 一旦说出来之后啊 最好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 六七共身份一旦被厂上文家认定了 那如果六号是单边守卫的话 七号就是通灵啊 这个是一个 嗯 嗯 特别好的点啊 就是拖车车特别好的风向啊 放家反水收到了小哀的头十一个空头 然后留言说 衣住反水渐渐康健 谢谢小哀谢谢 没有说谎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觉得圈圈唱歌好听啊 我没有说谎 为什么有人觉得圈圈唱歌好听呢 他是怎么敢唱出 这这几个字的呢 圈圈 没有进我的粉钻群 好吧 我每天下午一点在我的粉钻群里面教大家唱歌 如果有人想学习唱歌可以 抓个姜天华加上我的粉钻群 好吧 我是丛 给大家交起 好吧 我最近准备出个什么JY套餐啊 然后给大家教一教这个唱歌 我从零基础开始 就是教大家发声啊提气啊这些东西啊 圈圈就这这上歌水平上还先唱一句 我这不不懂 这当着9万人的直播间就这水平也敢唱 我真不理解圈圈现在在干嘛 5号茶沙 我是通灵师啊 然后我觉得 这5678我就不像 6号玩家因为如果是一个 他如果不是首位 那么外周那张首位牌就首先不会去占7号玩家 外哥就会 怎么说 外哥就会把外面的那张首位牌给打到我的团队来 所以说呢 我觉得6号玩家我先把它当作是一个首位 我的锦辉流是一张2和一张9 先验9再验2 因为8号玩家我认为比较像前置的狼人 因为已经像狼的我就不太想再去对答案了 如果8号玩家为好人 井上这么帮7号玩家冲锋 我个人认为你比较开视角 然后9号玩家呢也占得齐 那么以至5号玩家和7号玩家为两张狼人牌 我外周只要找到怎么样啊 两张狼 两张狼的情况下 那么就去9号玩家和2号玩家是唯一锦下的牌 那唯一锦下的牌你就很有可能是7号玩家同伴 当然你是好人的话 最近的战备非常好 所以卷儿也一定会占我的边 好那我们就9号玩家和2号玩家顺宴 然后呢5号玩家查杀 7号玩家为汉票通灵 然后我先占任6号玩家为首位 如果有外之位跟6对他再说 因为狼已经两个在水面外了 所以很难再有狼 如果6号玩家是首位 很难再有狼再去跟他们对跳 跟他对跳 然后8号玩家前置我觉得偏狼 9号玩家没有那么多想要占7号玩家 所以就验8 9里我验张9和2顺宴 10号玩家因为点了我心目当中的狼人比较多 所以我认为10号玩家还行 井上向好人 我是通灵15查杀 9二顺宴过了 哎 这个圈圈的通灵师发言还不错啊 还不错 呃 但是呢有一点可打啊 就像之前10号发言的 圈圈这个时候应该保持对6号 应该的怀疑 啊就是他应该怀疑一下6号底牌是否为首位 而不是直接给出6号应该是首位这个答案 甚至他的井辉其实可以考虑就是 多围绕6号人家去聊一聊 因为先知卫的10号已经给出了六七同身份 而圈圈圈就没有聊这个你知道 所以就 就不太不太不太行不太行 嗯 这点其实可以给我后面做文章来攻击11号啊 攻击11号 嗯 其他的 没什么吧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问题 圈圈整体的发言 呃应该还是就除了对于6号玩家评价应该多聊聊 其他的都还都还不错啊就是容易被别人 别人那个 这个认下来 好11号人家圈圈 谢谢苏爱的订阅号车 周 感谢周发谢谢 谢谢周总感谢 好有请 谢谢小黑家的鸡蛋 风水人路转到我感谢投食了 谢谢小黑家的鸡蛋 谢谢小黑的咪咪 谢谢小黑的绿茶 谢谢小黑的高老男生 谢谢小黑的令 谢谢小黑的爱 谢谢小黑的心肝宝贝 谢谢小黑的迪迪 谢谢小黑的汉堡 谢谢小黑的烧杯 谢谢小黑的L 那什么唱了一句歌 我一会儿 一会儿我再把这个歌的所有歌词想清楚 小黑这个妆容就差贴个小 小月亮 往这贴一个小月亮 他就能直接打败嘴大吃八方 成为昨天的这个装发冠军 可惜他没有贴这个小月亮 导致了他妈嘴大拿了昨天的装发冠军 很夸张很夸张 我再把这个歌的所有 小黑的肤色这么有天赋 哎真的是 我都不理解 不理解 昨天只要小小黑贴了个小小月亮 昨天进直播间的人有上百万人 你都不想聊了 哎 有多少人能记住我们小黑 就就差一个小月亮 歌词想清楚里面有没有哪句能透露玄机 这一句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我这个地方思考量非常的多 因为我希望洗一下数据库 别是拳拳一跳我就站边他 但是我一听聊的又真像孔零屎 这我可怎么洗呢 除了有一点不像是八号玩家 在你发现的时候选择了退水的嘛 我们默认前刚后放的话 他其实是站边你的 是不是给他一线生机呢 因为你打他为狼是打的满死的 那前周围确实我只听到了八号 十号人家一个纯种好人排 其他人都是未知的 关于六跟七 本身我觉得战术应该是最朴术的战术 达到最高的效果 我以为是六七两个普通小狼人 在这玩这套让我们硬盘高深莫测 但是由于是 我真的交唱歌 我真的在群里面交唱歌 真的我 我平时不唱就是不想施展太多的才华 你已经放下了六 我们就暂时先看六七两个吧 后置位的人我觉得确实不多了 因为那边有两个的话 我看四不像狼 我看二也还好 因为他们都要攻击初一 所以一可能也放下 所以我先把三放进我的狼坑里 那就是三五七 外置位飘一张 八 我觉得不错 先这么站着 请下我们再看一下对跳情况 以及查杀情况 请上先暂时在那边十一过掉 好那十二 小黑的发言其实就是一个完全不吃视角的好人 然后但是他警察这个发言我也没有听出来 他他他他他他就目前来讲没有听出来一定挂身份啊什么啊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 这个 什么东西 我真的我在群里边真的交唱歌啊你们别给我道道啊 小黑 女巫得从井下听听他对二号的一些小解析 嗯 然后 什么我我怎么按 我怎么按 我怎么按 对反正 反正小黑 昨天是个好机会啊 可惜没有把握住 小月亮 二号玩家小黑收到了小黑的蓝色孤单的头十一分空头 然后留言说祝福小黑越来越好 大师赛越来越好 黑粉们永远爱你 谢谢小黑的蓝色孤单 谢谢谢谢 好一号玩家请发言 这个黑粉有点意思第一次听第一次听 可以说小粉为啥是黑粉的对吧 有点误解 我肯定先是站边十一啊 对吧先是站边十一啊 其实本来我对他对十的定义不是那么满意 但是后来小黑发言我觉得好像也有道理 因为因为十一号玩家说 因为十号玩家是说六七一定会有两个神推掉 十号玩家意思是一定还会蹦出一个守卫来 但十一号玩家在那个位置说六号玩家大概率就是那个守卫 但十号玩家也是好人 其实我是有点矛盾的 那小黑说那个小黑说那个小黑那啥意思啊 就是反正就是这玩家可能是那个真守卫吧 对吧其实在骗他 然后呢我也接受我也接受 然后但我觉得七号玩家会去骗领不大会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就五六七十三个 五六七十三个 那谁那么幸运啊 跟五六七坐廊都有 我也不知道好吧 反正不是我 我虽然是特地独行的那一个 但我绝对不是机械狼啊 绝对不是机械狼 女巫别弄我别弄我 女巫你应该知道我是好人吗 因为你没吃到我就是好人 因为你女巫只要没吃到就是我就是好人 对吧 如果你吃了刀 我也不知道啊 肯定是比我比我更厉害的人看的好吧 所以我偏占别那个十一 因为对吧 我觉得我觉得七不大会去偏六 所以我觉得五六七 所以应该会有一个守卫跳 对吧 就等那个守卫跳就行了 跳完了不就一目了两了吗 好吧 因为我觉得如果反水是个狼 他说出这个东西来他就自己跳了 但是他没有去跳那个守卫 所以后来我一想反水是好人 对吧我也是好人 狼坑就很挤了 五六七再加一个不知道是谁 我修正小黑的狼坑修正到这个 现在这个地方啊就这样过了 嘴大吃八方这个人啊非常有趣非常有趣 他这个人呢就是首先他拿狼一定是比拿好人强的 他就是嘴大吃八方人是拿狼人比好人强很多 哦不对说错了 应该说他玩好人比玩狼还菜啊 对不起刚才那个评价的不太准确 就是嘴大吃八方玩好人比他的狼人还菜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评价 所以呢他这把作为狼人呢 就还行就还凑合这个发言 因为他玩好人比玩狼人还菜 所以他拿狼人不太容易被人抓住 谢谢小表爷的真的爱你 哎懂了吧 所以他这个发言你就胡 你要的胡乱发言呗 你是想发什么 他发言我都不担心 我都没有人能抓得出来 跟嘴大一个流派的是谁呢 是我徐姐 徐姐跟嘴大是在场上 拿狼人最不容易被人抓出来的 甚至有些人觉得他们这盘 哎拿狼人的时候发言是他们铁好人啊 这都是一样的啊 他们呢平时致力于压低自己好人的状态啊 然后在这个好人发言的时候胡说八道 来做高自己狼人身份啊 也算是一种战术啊 也算是一种战术啊 然后啊 但是两个人之间的还是比较嫌弃的 比如说嘴大会觉得徐姐胡说八道 徐姐就觉得我嘴大是个傻 就是也是胡说八道啊 反正俩人就是互相互相都比较嫌弃啊 这个反正一个赛道的人也也都懂 但是嘴大这一轮呢 比较夸张啊 嘴大这个这轮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暴匪发言 大家知道他为什么是暴狼发言吗 因为全场首先我七号说六号验了是首位 十一号已经说了六号是首位 那么十二号也说六号是首位 到他一号这块了 到他一号这块他自己不是首位 他说人家六号是狼 凭什么呢 凭什么 你要么你在这个位置跳一下首位 对吧 一号可以焊跳首位 把六号电到我的团队里 这是操作 这是操作 他不跳首位说 五六七是三郎 这就是聊暴 这是聊暴 也可以算是任郎吧 也可以算是任郎 因为你凭什么不跳首位 说人家六号不是呢 双边的通灵都认为六号是首位 你凭什么 就到你说你就不认识了 我们带着不解看了一下屏幕 看到了嘴大的表情 我们就一切都懂了 就懂了 你看到嘴大这个表情你也知道 嗨 那不脑子不好吗 那不是很正常吗 那你就懂了 懂了吧 所以没办法 我复盘很辛苦的 我姐表情就觉得很好的 你没你没办法 你就你就这样 然后怎么办 他他能不了报 谢谢QQ王的 真的爱你 没办 嗓好那请发言 嗯 我不明白啊 我不明白玩个通灵师的板子 老子发言那么好 拿个狼还在井上 在那勾呢 不是这不所有人 这不这不纯辣爆吗 哎我都谢谢卡木特的真爱你 没法呢 我觉得我跟嘴大唯一不同的点 就是我觉得这把六号应该是好人 所以我就跟着六号站边就好了 因为六号是好人呢 他呃 就是因为外哥是在前置位发言的首位 如果后面有首位的话 首位肯定会跳的 我觉得所以那六号大概率也是个真首位 反正就是站边嘛 因为我会认为六号比较偏好 然后站边十一号的话 可能真的就是五七八三个狼 然后就你一个人在外边 然后 然后我我反正就是先听 先先听 我可能觉得圈圈发言还不错 但是可以再听一听 我就过了 好四号 五七八三个狼 郭小伟在这个位置打出了五七八十三个狼 我刚开始慌得不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郭小伟能够在 在在他被上次被弹幕老师喷破房之后 回来玩狼人事还变厉害了 但是我后来一想 还好他是郭小伟 他说的话 没人听 他说的话 大家根本就不会去考虑 所以我觉得还行 所以我觉得还行 但是我说一句 如果你发现最近郭小伟拿好人的时候 你拿郭小伟当坐标 还真没准能行 郭小伟井上 点出了五七八 太狂了郭小伟 但是好消息确确实是没有人会听 听他发言 大家 听他发言可能觉得 哎行今天装作不错 哎你看看 哦最近又瘦了 哎 这个 但是真正听他发言的人没有多少 没有多少人听郭小伟发言 妆容我觉得郭小伟还可以啊 郭小伟还可以 但是郭小伟的这个 这个头发有问题的是 你看他是用了一半的这个自己的头发 在在在在 他是用了一半自己的头发一半头套啊 这个就不会显得那么 那么 符合这种 呃 就是有点违和的意思就是有点违和他 他应该把这个头发喷成一个颜色就好啊 有点违和他这个一 嗯就是不太好不太好 啊然后就你一个人在外边 然后 对对 肯定漂亮肯定漂亮对吧 漂亮肯定漂亮啊 然后我 郭小伟还是确实是非常好看 啊但是肯定跟樱桃布丁老师没得比 好家伙我今天 我今天看了一眼樱桃布丁发的最新的抖音 吓我一跳 天天的哎 瞎弄 跟樱桃布丁没得比啊我先说 我反正就先听先先听 不可能觉得圈圈发言还 好四号玩家请发言 嗯 为啥呀我跟你们听的全都不一样 我觉得八十十一十二听的都挺像老 呃一个是七号玩家 为啥呀我跟你们听的全都不一样 咱先说徐姐的妆容 咱都不说别的 徐姐的妆是全场唯一一个不是在荣耀店里面选的衣服 咱咱就说这个衣服 一会你们再看看耿雪那红色衣服 你就知道了 徐姐的衣服 其实一般 徐姐最厉害的是那个兜帽 哎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细节 徐姐有没有就是拿好人的时候不戴那帽子 一拿狼直接把帽子戴上 然后你拿好人又把帽子摘下来了 我猜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徐姐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 你先甭管他好不好看 他是真认真 他把脑袋底下能带的东西全带满了 他花点钱是真不亏 你看别的女嘉宾头上也就一两个 徐言语头上你看着叮了咣咣的这东西 哎他他后来也不是把什么东西就拿出来了 他好像是插在他后面头发的东西 他就拿着放桌上好家伙 跟把匕首似的就就就就哎呀他这 他头上东西真多太太太恐怖了 不是太尽力了 我觉得八十十十二听的都挺像狼的 一个是七号玩家起身也别当人了 反正六十个首位肯定都是平安夜 那个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其他玩家的表情 像我这种好人我肯定是希望如此的嘛 所以我很开心 这个时候我观察到八号十号十一号的表情 是场上最凝重的 那我就去着重听他们的发言嘛 八号玩家说 就我确实在观察一些逻辑 比外的东西了 因为我觉得听逻辑 我有的时候可能听不太出来吧 八号玩家说要不后这位狼人别跳了 那七号玩家不说他会乱归吗 是吗 别跳了的时候他突然看向了十号十一号的方向 然后我就我确实觉得 按照我心里那个剧本走的特别好 然后十号玩家 我觉得他的发言是个狼 也不是说我一开始觉得你表情不好 是你都已经说打了 要么六七八九 要么五六七八 你打了他们是狼之后 你说那外之位肯定得有人跟六对跳 不可能让六就是一个单边守卫在场上 肯定得有人跟六对跳 你都已经打了六是个狼了 你很难说出 不会让六一个单边守卫在这个场上 外之位真守卫肯定会出来 而不是说跟六对跳 我觉得对跳这个就感觉说 你都已经选择不相信六七的团队了 确说 会跟六对不对跳这个事 有点 我这个视频我换个别的 不相信六七的团队了 确说 呃什么 会跟 我换个别的视频 这个 六对不对跳这个事 有点 我觉得其实就差别 所以我确实不应该在这个位置 直接把八十十一都打进一个团队 剧本太好了 虽然我们今天写的 你们真的每一个人 觉得自己这个剧本写的还不错 是导演还是只是一个 被骗了的人 我再看看 我目前比较想站边七的团队 因为在我这里 我觉得八十十一十二了的 并没有那么好 一三倒是没有听出来太多的 虽然你们站边的是张十一 我们四号安家徐妍 收到了许姐的温柔的 我跟你说 其实这个局里面啊 像我说实话 那个谢谢一下这个小袋鼠的这个 像徐姐 像徐姐和这个小郭 他们其实真的是自己在玩自己的游戏 就他俩其实不太去靠这个坐标 其实啊我跟你说 我是一个精神打热赛的嘉宾 我面对这么多人 我也会坐标打法 我说实话 就是我也会坐标打法 我我真的会坐标 你来这个节目 你你你面对这么多观众你知道吗 因为就像他们昨天聊的 你九万个人 你九万个人如果真的是现实生活中在你面前 你得多大压力啊 这九万啊 九万是什么概念 九万人在看你直播的时候 你真的很难不用坐标打法 但是他们是真的是坐标 这就是就是 就是你 徐姐和这个小郭他俩真的是纯纯纯纯纯纯的 一点坐标都不用 一点坐标都不用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 这个东西没法弄 我现在直播间1.2 1.17万啊 直播间 我就非常紧张 我就非常紧张 我我怕说错每一句话 谢谢二五的花海泛舟 谢谢 所以我就挺好 我觉得如果全坐标打法 这游戏没意思了 投十一分大团圆 然后留言说 周星这是爱徐德温 谢谢 首位啊 11是两个老 然后 因为六认了首位 所以我更偏向于六是机械老或者 我会白天为7号玩家等会不投11 他也是等于是认了 对吧 因为我验到二是首位 所以我无所谓 如果二投票给 如果二投票给七的话 他就是不认首位 对吧 那不认首位的话 我个人还是认为六比较像机械 因为二六如果都认首位 我肯定是 然后 所以外面就只有一个狼 我会在八十里面宣言 那就取决于十号玩家 是否警下会去投十一 如果你不投十一的话 我就验你 我目前为止的四个狼是 我五点的狼坑里 他的身份只能是首位了 只是取决于他是否自己能够站对边 对吧 这是取决于他自己能不能站对边 我是通灵师 然后我把我的验人说得很清楚了 然后说一下十一 因为我白天会去归十一 我也不去聊七 为什么不是同一七 因为归七的票肯定是没有办法 是不是卡 是不是卡 我也觉得卡 我得换一个换一个视频 他这个视频 也还要接受密室的惩罚 所以今天 必死卡 跟我生死屁 对吧 这是取决于他自己能不能站对边 我是通灵师 然后我把我的验人说得很清楚 然后我说一下十一 因为我白天会去归十一 我也不去聊七 为什么不是同一是 因为是不是我都不会归七 因为归七的票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拉到 而且会分票 我归十一的话 七的票如果不跟着我投十一 他也就等于是认了 然后我说一下十一 他首先我们试想一下在今天 他自己是作为一个通灵师 他是绝对不可能验到我 因为我这张牌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被验过 因为看站边就可以了 所以 就只是这一点就可以打死他 但是我很难理解前之位发完言之后 就是当然你们不知道二十首位的情况下 我觉得 好人的思考量还是要稍微多一点 因为七这张牌你觉得七会去骗六吗 无所谓就是打一个花板子 这个东西 然后别的没有 我景辉留就是十八顺眼 或者是八十顺眼 反正我景辉肯定可以赶狼人也不会自保 好吧我目前为止先是十八顺眼 好吧我是通灵师 然后验的二十首位 然后不要再问我狼 为什么能知道我是通灵师 这种愚蠢的问题 因为我根本回答不了 对吧 因为大家都上景 好吧别的没有了过掉了 王宝宝宝在我看来就是跳崩了 拉宝团队 就是把第一天的轮次 轮次跟轮次没关系吧 但是他这个发崩了这个身份 明显就是让自己提前准备做抗推了 就是我最后问王宝宝为什么要跳 他跟我说的理由是他认为KS一定 他就是王宝宝认为KS一定不会站错边 就是他认为这盘 如果他不跳KS是场上唯一首位的话 KS只要反我水他就出局了 但是 但是他起跳他认为 会有人站边他啊就是他觉得言外之意 他就是可能会觉得我跳的不行 还是什么就是我也没太懂 谢谢刘云轩的这个真爱 但是王宝我这么一跳对于我来讲就很难打 因为我因为这个是我意料之外 我夜里其实第一天夜里我们安排工作 大家也能看到根本就没有安排这些 他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哪又哪又 出什么问题直接就是跳就原地起跳 一个通灵发猎人一个首位 我真的是不理解 本身这个警徽本身他不跳这个警徽 有可能飞我的耿学有可能飞我的 但是这样这种情况下 那就我就就是他一定会上上一十一啊 就是一定上一十一 所以他这个跳确实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有什么正向受益啊 好警上翻译结束退水自爆环节 五四三二一 然后请上玩家 五号七号十一号 十一号请向玩家 请做投票准备 来三二一请出票 二号玩家投票给十一号 十一号玩家当选警长 其他玩家请亮蓝灯 特别提示一下 这盘不是他把十一点费的好吧 嗯很夸张 那你为啥燕二啊 你燕二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呀 然后七十一里面 那七十一是两张小狼吗 七十一里面开不开大狼 你这六十张机械狼 那七是什么 十一有什么 两张小狼起跳 七号小狼 给大哥机械狼 六号玩家发了一张守卫 然后十一号小狼 给你通灵师发一张茶沙 胡说八道 出局啊 然后那个 徐姐啊 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是 第一把我也没想到 你发言有这么刺激 你呢 不是一个导演 你是一个妄想症重症患者 你每天都活在一个妄想的世界里 你幻想我们每个人 都是你妄想世界里的那个人 然后因为你 好啊 我现在提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板子 装狼枪没用的点 首先 到这个时候 我就说一点 我就说一点 如果是一个真正复盘这个游戏的人 你装狼枪是没有用的 你们懂为什么吗 你们懂为什么吗 因为在这个板子里边 就算你狼枪出局 好人的轮次也不会落后 因为 因为就算这盘 王宝宝底牌是狼枪 他出去开枪带的是6 好人的轮次也一定不会落后 原因是因为如果王宝宝出局 他是个狼枪 11号底牌是什么 11号底牌一定是小狼 11号小狼女巫直接会读11 没问题吧 第二种方案 出了5号玩家 他开不出枪 5号底牌一定是小狼 11就是真的通灵 我7号就是定狼 女巫读我 所以这一盘如果场上 玩家脑子都很水平都很高 一定会无脑出5号 不可能去出11 明白吗 我就现在 他凭什么找到女巫呢 王宝宝怎么找到女巫呢 王宝宝在这一轮的发言里面 找得到女巫吗 我说的是不是死道理 如果圈圈的发言能够发出 我刚才这个言出局的一定是王宝宝 这局到现在已经输了呀 他王宝宝开枪把KS带了 又能怎么样 他只要开枪敢带KS 11号底牌必为狼 女巫直接读11号 好人的颈推是不是大幅度领先 他只要把11号读 我7号 我7号玩家就是场上的通灵 那我点的狼坑 我点的八九 是不是就一定是狼 哎 这东西 我们都不说最后结果论 就说到现在狼枪能不能出 可以出 对不对 狼枪的板子 你就当狼枪玩出狼枪又有什么呢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很 我们狼队如果好人多根鞋已经输了 已经输了 好人好人如果多根鞋已经输了 你这样吗 将带给了我们所有人幻想 你所幻想的那个 有弹幕问如果王宝宝出去开枪 然后场上有双闹狼怎么办 这个问题问不 真他妈好 真好 那就说明我们节目组发了两张机械狼 发了他妈两张机械狼 我告诉你 让我看一看 让我看一看 狼 找不到 有双刀 我双刀说话 淡定先生八级牌子抖音级别十九级说话 怎么有双刀狼说话 直播间里面的叫淡定先生 挂着这位粉丝八级牌子的说话怎么有双刀狼 怎么说呢 再找找 再把上头拦着找了 怎么弹幕刷太快 人设 所以你就越看越像 越看越像 越看越像 就像你喜欢一个人 你越喜欢他你越看他越好看 你烦他你越看他觉得他越烦 你就妄想我们是你想象里的那个人 你就带入 那等于说这是全版 这个游戏这么多人 不管你是好人还是狼人 你已经幻想了 谁是狼 幻想了四个数字把它带进去 就可以了 幻想了谁是预言家再带进去 那谁跳了 在你幻想的狼队里面有人起跳 你就一定不占面他 是这个意思吗 你打的是狼人杀还是幻想杀呀 我听不懂你的发言 我就外之辈发射你 这可以吧 你确实说的是中国话 但是我确实也听不懂 那所以我没有办法判定你的身份 那我真不知道你发的是什么言 好不好 我说的很清楚 我说六号玩家 不管他我也 就是如果六号玩家是那张守卫牌 外之辈的狼一定会起跳那张守卫 不可能让六号玩家是全场唯一针守卫在那做死的 这是不可能的呀 对吧 我认为那个通灵师开在那个七十一里面 我认为五号玩家不是 因为我需要五号玩家 你告诉我 二的底牌是守卫 六也认了守卫 那说明二六里面是不要出机械狼 起码要出那个机械守卫 或者你认六七是两张小狼 或者六是那个大狼 七是小狼给六发这张守卫衣服 然后六把这个守卫衣服穿下来 那十一又是什么呢 大小狼你都没分析啊 对不对 我前这位本来听三号玩家 三十秒 因为你说六号玩家的底牌一定一定是好人 他起身只说过我狂不了我就过了 这句话就一定一定是好人的 你不是很明白啊小狗 好吧 我我七十一在想一下 但是我应该不太会占面五号玩家 因为你什么都没给我盘 对吧 我过去 九号玩家请发言 没给我盘 樊水每次发言 你看啊 樊水每次发言就点对点的来数了徐姐的发言 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 樊水是真不知道徐姐底牌 不咱们咱们不说别的 说明樊水真的不知道徐彦宇的底牌到底是什么 你们发现樊水从来定不准徐彦宇的身份了吗 因为之前几季樊水各种揍徐彦宇是狼 到最后发现都打错了 导致第二把徐彦宇拿狼 就没有人打他是狼了 徐姐现在拿狼无敌 谢谢飞飞小兔的保时捷 谢谢 谢谢 之前刘云轩的 真爱你 我也不确定 我的 旋语拿狼 旋语拿狼 明显 旋语拿狼多明显的 哦 我确实也定不准 我也不知道徐姐是什么 我也定不准 对吧 我过点 9号你再请发言 老姐姐肯定是狼 把你发射了 三个东西都没盘清楚来 跑到外这位找了个剧本剧本姐盘盘盘盘了半天 这三个都没搞明白了 我要听这三个人的逻辑关系 你关他四号啥事 跟他四号一毛钱的关系都明 先把这三个盘盘出来 我是觉得五号跳起来很奇怪啊 你想想五七如果是两张的话 五号起跳 发二 他要投的是十一 发二守卫什么 以至二号不是守卫 那就是五号发爆了 所以五号肯定是狼 不排除二号可能是井下的机械狼 六号可能是真守卫 或者二号是井下的 这我不知道 因为我是个好人 我是币眼视角 但是你盘轮次的话 你比如说七跟十一对条 十一要出的是五 这七肯定要出的十一 那五这个位置 如果作为七的狼队友 五就没必要跳出来 还要出十一 那有可能 七是一个大狼 五跟七不认识 所以说五这个位置 是一张原判单位的小狼 怕被七号秀 所以说五号起跳 继续要投十一 有没有这种可能 因为五要投十一 他你说 投五 投七 投十一都可以 没有说什么投七 投不出去的事 是这道理吧 因为在他的视角里 七跟十一肯定是两狼 且是一张小狼 跟一张机械狼 不认识 跳虫了 或者是两张小狼 搞螺汉跳 所以说在三位的逻辑关系上 我认为五号一定是狼人 但是他是什么品种狼 我就不知道 但是发射他准没错嘛 然后就是你了 你呢 为什么是狼 就是因为你聊四 一直聊四 跟四跟本局游戏没关系 这外这位的狼 现在三位 还得听听七号发言 其实我觉得 因为五号这个位置 我是觉得他三位的逻辑关系中 五最强狼 所以十一号的面 在我这非常高 因为六号玩家是一次守卫牌 要听听六号人的发言 如果肯定有狼枪 要不然起跳出来 跳出来干嘛呢 对不对 肯定有狼枪起来改轮次 所以说咱们要规避到那张狼枪 因为现在守卫肯定是六号 已经明了 规避到狼枪去除 所以我觉得狼枪是七号 七号可能是敏到守卫 外这位学了张枪 也是有这种可能性 第一把就上来秀秀秀 然后十一号玩家 我觉得他在我心目中 三个人的面是偏大的 然后我感谢头十二 感谢田石的兔兔 感谢太子的盛世美颜 一张大狼跟一张通灵师 然后外这位找的一张狼是十号 外这位还差一张狼人牌 肯定不是四号 因为我认十号是狼 十号要发射四号 那四号肯定是好人 然后别的他聊的那东西 我也没觉得他想狼 都写剧本了 然后四号是我觉得是好人 三号井上还可以 因为三号说六是守卫 跟六占边嘛 因为现在已知六可能是守卫 因为二号没认守卫 那六可能就是单边守卫 二号玩家没有认守卫 我觉得二号玩家也偏好 所以二三四三美在我对面都偏好 你们知道荣耀和我 荣耀这段发言就一定会被我骗 你们知道吗 荣耀的发言一定会被我骗 因为他聊出了机械狼枪的东西 所以只要我在这个位置 聊出机械狼枪的隐患 我就能归出十一啊 这个是呃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特别明确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点啊 所以你看 这个思考量的问题 如果你是小郭的思考量 就是非就是你玩狼人杀非常无忧无虑 哎你玩狼人杀如果非常无忧无虑 然后你这个不用想那么多 反而是可以站这边的 但是你但凡有些思考量 你想一想这个事吧 你就可能站错别 这个东西我我我们也说不清楚啊 大概一个头可能听十一归票啊 别就这么多吧 十一像一点吧 谢谢车车的头是啊 十一虽然锦上打我是狼 但是我想的是如果十一是 哎但但但但是你看到现在都没有人跟我站 别也很夸张 一个狼 他选择给我五发查杀 那他面对的已经是五七 然后外主委还在不要票 就不要难吧 我觉得以十一拿狼的性格可能会 我会把我定的特别死 但他锦上是觉得我很像狼的 所以我他虽然定我是狼 但是不妨碍我认他是冤家嘛 这个不是这个没什么矛盾的地方 然后十号锦上 我觉得十号打我打的有点重吧 就是他说要跟我生死P 但是锦下师也好我就消失了 外主委发射的牌变成四号牌了 比较矛盾的地方在于十号 你说四号玩家什么妄想不妄想那一段 他是一个狼不存在妄想呀 他能不能是编一些逻辑 再攻击我们八十十一去站边起可以吧 那所以不存在妄不妄想的情况 所以就像九号锦下打师的 十觉得四是个特别妄想的人 那我觉得眼外之异其实是觉得四像好人 但他最后又想发射四 我就觉得很矛盾 所以我觉得十比较像狼 我今天会出五的呀 因为五号人家 首先那个二号给十一投票了嘛 这个你身份发报不发报的 我们待会听二号发言 二号待会说不定说 我是一个高配的守卫 我就是不信五 对吧 你还没听过二号发言 但是大概率二号如果认这张守卫 他不太会直接投给十一 因为十一是给五发查杀的 而五如果精确爆出二的底牌的话 你看在二的视角如果他是一个守卫 那六就得是机械 要么是七的小狼队友 要么是机械守卫 对吧 七给六发的守卫 十一给五发的查杀 他的底牌如果是守卫 不太会直接给十一投票 所以大概率五的身份发错了嘛 而且五的警徽留你十八顺眼 确实太夸张了 十号玩家警商的人发言说 跟我八号生死皮 你怎么可能十号跟八号一起留见警徽留 所以今天先投五号是没问题的 然后 那你看你如果认定了五号是一个狼 那十一是什么品种的狼 会给五号发刀查杀 你说他小狼查到机械大哥了 比较难吧 所以可能篇章边十一多一点 当然还在听听七号玩家发言 然后包括二六 那个二号玩家认不认守卫 但我觉得可能不是吧 就这样过来 牛耳干这边的打法是没错的 牛耳干他身为双刀狼 我们已经是双刀狼 他就不可能去冲了 牛耳干必须在这个位置里面选择去 倒沟 因为有女巫仔 他如果冲有可能吃毒 双刀狼一定不能被毒 所以双刀狼以及 双刀狼比机械女巫更应该倒沟 是因为双刀狼可以 机械女巫可以被毒 因为你就把枪撒出去了 但是双刀狼一定要勾到最后 保证自己能看得出刀 那发言到这儿其实场上没有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站边七号 但是接下来七号玩家发言太过于精彩了 现在大家有没有那种录音功能的手机 你们给录下来 学学以后汉跳怎么跳 反正你看我这轮 首先五号玩家身为我的小狼同伴 我不可能让他出局 五号出局我们的轮次就落后 五号出局轮次一定落后 我们就不好赢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有双刀小狼同伴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真的什么什么机械女巫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啊 只能把五号包装成机械狼枪 把五号包装成机械狼枪 然后以五号为机械狼枪的这个基础为基点来编一套故事 让他们觉得这个故事信就是能能讲通了 能把这个五号为基点的这个东西想讲讲通了 然后就就可以成功了啊 就大概是这样不通就歇逼就交牌啊 七号玩家先发言 呃我在这个位置我一定截票出十一 呃因为就八和九都不上我边 我就打个八九十一啊 当然打错你们了 你们自己想办法我回游吗 首先井上我发六号是守卫 六号玩家退水 六号玩家再告诉你们他的底牌是张守卫 是不是念一旺 是一旺的这个正代啊好 六号玩家自认守卫的情况下 十一号的发言说他认他认为六号玩家是本场守卫 十号的发言说六七同身份 十一号认为六号是本场守卫 所以决望我们能办了这三个 且十一号言外之意就是我七号在骗六号 那他眼里的十号没有太过多去聊 其次我是高志位发言 一圈发言有一个人跳守卫吗 没有到了四号发言都没有人跳 也就意味着本场六号玩家为场上唯一真守卫 对吗 六号玩家在五号玩家世界里边是一个不太容易站错边的人 那如果这盘六号玩家站队的边 他如果站了我七号 今天出局的一定是十一号吧 所以五号玩家为什么要给一张二号发一张守卫呢 因为他在送呀 因为五号知道六号底牌为守卫 所以他就只能给二号发一张守卫 二号当知道五号给他发守卫 他就知道五号底牌是狼 所以十一号查杀了他的大哥 因为五号是张狼枪 十一号给五号的底牌发的是小狼 所以五号这个位置只能再撩爆反应 因为他知道 你们狼队的小狼同伴没有一个会玩的 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人在汗跳守卫 你们当然跳啊 你们口口声声说 六号玩家是守卫 你们自己又不汗跳守卫 那如果六号玩家本场 万一站了七号边 你们怎么玩呢 没法玩了 十一号不就直接出局吗 那今天的轮次就是七和十一的轮次 女巫独就定独这张五 因为在我的世界里面 他有可能是张狼枪 对吧 对吧 所以女巫的独你就不用管 今天就独五 轮次就是七和十一 这不就很显然就能分清楚 谁是真通灵了吗 对吧 我是提前把我的轮次 改到五之前的 没什么太多可聊的了 二号我觉得是个好人 因为你如果是狼 你一定有那个思考量 你去汗跳守卫 虽然你在警下 但是五号发你守卫的时候 你是果断的投给十一的 所以你应该是个好人 我觉得你可以多想想 三十年 或者可以 我也不是说必须要听六号的 可以听听六号玩家意见 对吧 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六号玩家 大家会不会站我边 但至少目前来讲 你们狼队不汗跳守卫 然后 还要说六号是真守卫 你们就本身就是交排局 好吧 但是我狼坑打的不一定对 但至少我前面八九不跟我站边 我肯定要打着狼坑 今天如果信我就出十一 你们要是信十一 也不能出五 因为五号是狼枪 他出局开枪会带六 我甚至可以 如果你们信十一可以出我 因为就是七和十一的轮次 好吧 发言到六号家请发言 我操我这发言你妈 太夸张了也太好了 谢谢妹的保时节 谢谢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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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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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寸三五台谢谢 君君的保时节 不是我这发言太好了 我这发言无懈可击 不就不知道什么叫汗跳天花板啊 我单点洗二号给二号都洗傻的 二号是二号是耿雪对 你看我这个细节 你看谢谢栩栩无声的保时节 你看啊 我先说这盘狼 哎谢谢君君的抖音一号 谢谢君君的抖 呸呸呸呸呸 哎呀谢谢车车的抖音号 看看错了啊 谢谢车车的抖音号 谢谢车车的抖音号 那个君君你给我补一个抖音号 刚才我谢过你了 你不能白嫖我 好吧 因为我刚才谢你了 但是你没送你的问题啊 你给我赶紧给我刷一个抖音一号 谢谢车车的抖音一号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你得补给我一个 你欠我一个抖音一号 真真 呃说到哪了 说因为因为我对外之位 我说狼人这盘不会玩 连汗跳守卫都不会 然后我又对话二号 我说二号你肯定是好人 因为你是狼 你一定会跳守卫 二号听了心里高兴 哎呀歪哥觉得我玩狼厉害 哎呀 可他可能会这么想啊 另外呢 我说了一点 我给二号建议 我没有对二号说 你一定要信我 你必须要认下我 你看你怎么样 我对二号说的建议是 你可以听听六号玩家这么说 言外之意 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拿六号当个坐标 二号玩家一想 今天三把鸡血狼收官大战 歪哥太好了 歪哥让我拿六号当坐标 他一想六号本场唯一守卫 没毛病 斩鞭6 6出谁打9出谁 哎 就这意思 你知道吗 谢谢 d d 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啊 谢谢军军的抖音一号啊 谢谢感谢感谢 谢谢军军的一号 下次注意啊 军军别老白嫖 然后我的感谢啊 谢谢军军的抖音一号 感谢感谢军军 谢谢敌人的真爱你啊 感谢啊 感谢军军 嗯 然后还有什么呀 啊到谁了 反正反正就就是 没有没有这个不算是多写一次 差不多得了我这个人是很有分寸 也不能 你不能玩玩命薅一个人对吧 你去谢谢军军谢谢 不是不是人家军军我火牙的时候就看我了 老粉丝了要个抖音一号还是会给的啊 所以 啊反正我能想到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别人心里是怎么想的 啊我会比较善于揣测 我说完这句话别人心里会怎么想啊 所以这是我比较厉害的点 而且谢谢妹的真爱你 其实而且我这轮发言我我这轮发言没有 我我我我我其实这轮发言最强的点是我没有对话 六号 我一直在强调说我也不知道KS会不会站我边 我也不知道六号会不会站我边 他站不站我边我也没关系 但实际上我其实是把所有压力都给到六号 都给到了KS 因为我说了 因为我的大部分发言全是在说六号就是本场的真守卫 你们要听听六号完蛋的站边 所以这个时候KS压力是最大的 但我也从来 没有直接对话KS我说KS 这盘你必须得跟我站边 我没有这么直接给压力 但是我的发言其实全在给六号压力 我说一直在给KS压力 无情给乱给 因为我没办法了 这盘只要KS不跟我站边 我就输 真的 这盘只要KS不跟我站边 我就直输 KS只要说句我反水 七号狼 那就出五读七 对吧 没办法 我不听一遍了 我这个发言 我这个发言 我跟他都跟你们说了 让你们录下来 每天晚上当睡前故事听 你们不录 对吧 我这发言真的无限客气 你们现在能不能懂谁汉跳最强 你们懂不懂 天天牛肉干汉跳繁衍好呀 谢谢卡姆勒的定制宝车 大家也能看出来 然后想了蛮久的 但我自己还是偏向于想占七号玩家多一些 想占七号玩家多一些 人心上来说 我觉得要骗下次表演才骗吧 他说完这个我差点没笑 我当时强忍笑 KS说 让我下次表演算在骗 KS心里想着说 我操他应该不会在最后一天骗我 他应该会在表演算骗我吧 他要骗我 不可能在今天 我太夸张了 KS太夸张 我当时我当时都想笑 我就一直忍着 我操我气夸张 最后一天给我给我来一出 对吧 人性上没觉得他会骗我 我都快忍不住了 你想想看他是汉跳 我最近战兵还是非常相对来说是比较扎实的 我反水他直接没了 所有人都会跟着我投他 因为所有人都会没有任何心理压抑的 就站在我这个帮我去投他 这是心态上的 发言上 像刚才我觉得对51的格制上的点评 我觉得还是挺那个 因为50景上 50肯定不是嘛 我的发言的确跟法宝没什么区别人 为啥不认狼呢 是挺像狼枪的 的确是 然后11像小狼查的大王那种感觉一样 因为11景上我觉得 现在不管是汉跳还是真通灵 我觉得都很好 但这把我觉得你唯一的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可能是有点抠毛病 我觉得你的警惠流应该是压 不用去压那个9 我觉得就80里面去开一张 或者你觉得8好像比较像狼 你28的警惠流 我觉得就很好 虽然你后面其实还是点评了8根10 8是大概率的狼10 是大概率的好人 大概是这么说的 但我觉得 跟9号家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当时的场景里面 8是压一下会好一点 然后景下来 景下的话我站面7号家的话 我其实我会觉得9不像狼 9号家是第一个聊到了狼枪那些事情 有那个思考量的 然后虽然9号家好像是偏向于战11 但我觉得大家 因为三个通灵师嘛 不管大家站谁的边 至少有这个思考量是很关键的 所以我觉得9号家可能不那么像狼 然后2号家因为 我觉得2号家最近配置很高 那2号家跟我边站的比较 我肯定会 虽然每天发现 倾向于先把他打成是一张狼人牌 然后而且5号家给2发那个守卫 我觉得发的很无厘头啊 就是很不像20个好人 50个狼枪随便乱发那种感觉 我自己点的狼坑是25811 我觉得8号家是很像很像狼人牌的 景上你站边7的那一段 我觉得就很不像好人会发出来的言 你就是说那个话 我觉得你好人不太会发出这个言啊 然后景下你的逻辑部分的输出也很少 应该9号家小九 关于什么谁是狼枪谁是小狼什么这样的 聊了好多 但是你这部分其实聊的很少很少 所以我觉得8号家是很像很像狼人牌的 我暂时反正点回来到狼科12811 然后我站边7号家 7号家结票归谁我就会投谁 好吧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5号家就吃个毒败 然后我底牌是守卫牌 好吧够了 所以 25811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他没有点1 所以 没什么办法啊 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这个时候KS只要站边我 我就觉得我就觉得这盘赢了 因为11号就出去 11号就出去 哎 这个 但是怎么办呢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也没办法 我想我KS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看出我是狼人牌的 有没有能看出我是狼人牌的 没有 我想想没有 谢谢张神的 包时节 因为我之前已经说过自己的发言无懈可击了 所以只能说KS这个地方没有 如果我说KS有的话 也就是说我刚才说自己无懈可击 就不成立 所以 因为我无懈可击了 所以KS没有任何理由去反我的水 对 我想了想啊 确实KS没有 最基本的点还是就是说KS认为我有没有人性吗 就是人性的问题 这东西就 可能以后KS 下次 再也不认为我有有人性 下次 下次第十一季 如果我再拿同龄师我就再验KS 我拿真同龄我验KS 如果KS又拿到了守卫 我验出来他是真的守卫的话 我想想怎么能让KS不占边我 让他再粘错一次边 我想想怎么兑换 那就是下三季的事 这三季 我们六号完张看一下是收到了 地下室后勤组的投石 留言说 苟富贵物相望 天使投资人期待第一波分红 感谢地下室后勤组 给到六号完张的投石 谢谢 谢谢大家 5号完张请发言 我听完八九十的发言 我觉得非常好 他说我发暴身份 那二不是守卫 秒头给骑吗 六四五 不是我的两个狼同伴在干嘛 我的两个小狼同伴 一个叫嘴大吃八方的 上来上来就打 五六七三狼在那 拿个破葫芦 就认狼 这什么直接出来 拉爆狼团队 我都不知道我两个狼同伴在那干嘛 我的两个小狼同伴 夜里给我 到了白天就纷纷聊暴 我真的吐了 我真的不懂他们两个有什么用 我真的不懂他们俩有什么用 我真的不懂他们俩有什么用 我就是觉得你们是不会玩呢 还是觉得自己很高配啊 在那边发言 二号我先跟你说一下 你可以 以任何形式的反水 你但是你以后不要说什么 你能听到我身份 然后上次读我 你是说是秒听我十郎 你可以说你听别人说听我十郎可以 然后你你可以反水 但是你不能不认守卫 然后别的没有什么 那个时候问我 真的问我 为什么要验二 我问你什么事 问他问出来的问题 十万个为什么 他说他说 然后八九说我身份发报了 所以我不是同龄师 那觉得他跟大家玩的不是同款游戏 那个那个三号发言 我只是紧上 我觉得你们发出来的言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反正决赛了 大家都站错大家也挺好的 他说六个人单边好人 我们跟着六头就好了 我这种言呢 怎么发的出来的 好意思发的呢 就这样 然后我是那个 那我我不是我不是同龄师 那七十一头 每次跟你们打游戏都是要退一步跟你们玩 就是好好的跟你们讲一些东西 我有没有说 我说二六他任了守卫 我验了二十守卫 二六里面有个狼 对不对 他等会投票六只要站边七 他就只能是机械狼或小狼 十一是汉跳给我丢查杀的狼 他们三个狼 我说最后一个狼在八十里面 我八十顺验 八说八打十十打八 为什么八十要顺验 当然是觉得你们有一个狼 有一个机械狼 你们再打板子都有可能 对不对 那我怎么说 我去验九 验一 验三验四 这有什么好验的 验出来是好人又怎么样 验出来是狼人又怎么样 不就大家这个葫芦里面 就这几个人吗 那还能是什么 这么简单的发言听不明白 九号说我身份发爆了 你看到二头给的是几 二头给的是十一 他如果不是守卫 他不可以投给七吗 这个这边单边守卫坐着 大家还需要发言吗 喊声过就可以了 还需要您老站边 跟着KS老师站边 指哪打哪不就好了 小郭这种局我也会玩 带步老师都会玩 站错了说KS老师今天说 哎呦没配合好 要么今天状态不好 衣服没穿好 穿了身黑色黑无常 这游戏还那么简单 还说什么 我身份发爆了 所以我不是通灵师 你看二人不能守卫不就完了吗 二人守卫你投谁啊就好 投自己 三十秒 发爆发爆 天天在那发笨 别的没有了 大家觉得我不是通灵师 让我再验一下可不可以 二号我就一个问题 我没别的 因为现在不需要你分通灵师 对吧你是守卫 麻烦投一下六总可以吧 你不会什么 通灵师你有可能分错 但投六一定没错 他跳的是守卫 别的没有 没什么了好吧 那你们就听七号玩家的 在七和十一里面归 十一肯定归我五嘛 然后我出去不开枪 然后七号都没配合好 然后接下来 我这四号要请 王宝宝这个时候是不是认为 六号 你看啊 王宝宝认为六号一定一定 王宝宝认为六号一定不会站错边 所以六号站边了我 那说明六号可能是我们机械狼同伴 就是王宝宝可能现在认为 他是我们的机械狼同伴 以及 王宝宝还坚信的认为二号的底牌是盾 只有这一个理由 首先王宝宝不认为KS是会站错边的 KS站边我他就认为KS底牌不是真的大哥 因为我因为他看出二号是神 所以他认为二号是真守卫 所以他就一直说二号是守卫 只有这一个理由 否则他不可能这一轮发出这个眼 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就他还他真的认为二号是守卫 他是觉得二号守卫 我上个措索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有点接受不了 什么意思 我得我得去个措索 我得去一个措索 他想措索 他要用手的措索 我得去眼睛 他会把措索 他就会把措索 他在措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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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这样 他在措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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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上个厕所 我想了一下 也不对呀 因为王宝宝井上给2号发守卫 2号底派为守卫 一定会上票给王宝宝的呀 为什么2号还能给11呀 对吧 不合理呀 王宝宝认为2号是守卫 他给2号发了守卫 但是2号票已经投给11了 那在此时此刻2号底派怎么有可能是守卫呢 就是他的票已经投给11了 王宝宝凭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认为2号是守卫呢 说话 但我老是说话 为什么 2号玩家在王宝宝眼里面就是拿了守卫 拿了一张守卫 在王宝宝给2号发守卫 他能高配到 我虽然是守卫 但我就不跟你站边 不不不太夸张 刚才写的剧本已经被那个编剧打回去重写了 确实是不及格 然后这里又有两套新的方案给到大家 第一套呢 第一套是这样子的 7是个通灵师 11是个小狼 5是个机械大哥 但这套呢 我自己写完我就觉得不行 没意思 不够极限 我觉得不行 然后剩下这一套 大家听一下 我认为可能21个真守卫 560两个小狼 7可能是一个机械守卫会猎人 比较合理的一点 所以7警上直接给自己的小狼同伴6号发了一张守卫牌 我没等徐姐这个剧本 说7号有可能是个机械守卫和猎人 我妈机械守卫 我上来跳个屁呀 我哎呀太夸张了徐姐 那么本来其实7在那位置跳就够了 但这个时候11查杀到5号一张小狼牌 所以5号玩家没有办法 他已经听完全场的身份 他知道自己6是自己的小狼同伴 那么警下只有一张2能做这张真守卫牌 所以5号选择原地起跳 给2号玩家发了一张守卫牌 2号玩家非常优秀啊 在这个570里面准确找到了通灵师 给11号玩家上票了 然后我井上打8011场 肯定不对 但是我不是说直写剧本 我还是聊了那个一些这个现实逻辑的 逻辑还是聊了的 10号玩家我依旧保留刚才对你的这个 因为你确实是聊了那个什么 得有人跟6对跳这个事 所以其实也有可能你提前走位 先打自己6号自己小狼同伴 所以我现在给出的这个新的剧本啊 大家看看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咱们可以把它拍成一个新的一个故事 就是5 6是两个小狼 7是一个机械大哥 2号玩家是一张真守卫 因为其实是这样 2在那个位置 他如果不跳守卫 6就成真守卫了 那就大家都会跟着6去站7的边了 但我又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就有点太简单了 那不就说5是一个机械猎人 不能处他 玩家得吃毒 我认为5号玩家不会打出这样的操作 因为他一定知道 钱之威有他的狼同伴在干活 他不一定飞 对啊 他这个机械猎人那边就有的是小狼的嘛 他哪怕就711号玩家出去 就开这枪都行 所以我现在目前给出的剧本是这样的 然后如果大家如果这个 觉得我这剧本不错的话 可以给我投上一票 不是投上一票 我又过了 过了好人 谢谢罗的真爱你 听完徐姐发言 我觉得徐姐应该出书 徐姐如果出本书的话 应该卖得很好 希望徐姐有时间 在这个刻苦练习 狼人杀之余可以写一本书 书的名字就叫极限逻辑 哎呀 太强了 徐姐 3号叫请发言 我用KS的话来打扮你 就是狼人杀是要 大家要分析的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而不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 你这个小概率感觉不太那个啥 那个社相 我有个问题 就是5号 不是7号说5号是狼枪 但机械大哥学了猎人 那5号已经被11号查杀了 刚好出局带走一个人 为啥还要在起跳呢 所以我觉得7号说的这点 是编的 感觉有点不 我当时就知道 小郭的票 一定他妈投5了 不可能 变票 郭小伟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他 他一定投5 太详细 所以我觉得 6号你可以再去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 2573个狼 然后5号确实 郭小伟在前 郭小伟对着KS说你再想想 KS心里肯定想我想你妈 老子 精神大赛第二 国服第一好人吗 我听你郭小伟让我在想 哎呀他也逗了当时 只是大哥 但是肯定不能是那个啥 就是不能是机械枪 反正不可能是 Y格说的那个身份 因为如果他真的像 Y格所说他是个猎人的话 5号就不会再起跳了 然后 然后这个5号又非得要让 这个2号认首位 哎有没有可能你验的 这个2 人家6号就是真首位 你验的这个2号是机械首位 你完全没有质疑过 你验的2号这个首位的真假 而他已经一票上给了11号 你都没有说他可能是机械首位 你还非得要逼着2去认 一个真首位 我只能认为你们两个见面吗 所以我可能还是先骗站边11的 虽然6号 PS站边的是7号 主要是我觉得7号说的 说今天不能输5号 说5号可能是机械猎人 然后可能会带走 然后可能会带走 我觉得他如果真是猎人 他就机械猎人 他就不会起跳了 所以就因为Y格的这一点 我可能还是暂时站11号 我觉得257像三个狼 但是5号7号应该是不见面的 我觉得5号可能更像是大哥 但是是什么大哥不知道 2号应该先发言 郭小伟发言不评价了 我觉得确实玩的好 确实很厉害 就是什么竞争拿着在地 还不如小郭 可是我不是首位 我没有那么厉害 徐姐 我是首位 王宝宝给我发首位了 我还能不上给他 我肯定上给他 我怎么可能上给别人呢 所以我不上给他 我一定不是首位 然后小郭 我也不是狼 如果257是三个狼 我直接上给5号碗带 哇 耿雪儿发言至关重要 耿雪儿发言至关重要 因为我 对啊 我是狼 我肯定知道谁是真玉 我怎么可能 我唯一锦下的一张狼 我把票投给真玉 我怎么可能 我跟5号7号狼队友 所以你们两盘的这个点 我都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上给11的原因 是我不是首位 5号玩家发我首位 他就肯定是一张狼人牌 那11号玩家查杀了5号 我觉得11号玩家发言很好 我投给11 轮次不就是5跟11吗 或者我不认首位 轮次就是2跟5 那5号玩家我心中的狼人一定会出局 我就上给了11 我当时觉得是 7为狼 11为真玉 我觉得8 9为狼 10为好人 5号玩家为那个狼 但是我锦下听了7的发言 7号玩家发言好好啊 直接给我讲了 盘了一个非常通顺的逻辑 他说11号玩家是狼人查杀后追 因为5号玩家真的聊得很爆 我不知道他是个狼 他怎么能聊那么爆 他在PK台上 他先给我一张非首位的牌发手 你们知道2号 你们知道2号犯了一个什么问题吗 观众号们 你们知道2号犯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吗 因为我的发言 先以王宝宝为狼枪 我的发言先以王宝宝为狼枪为基准 来聊了一个故事 而耿雪儿的发言呢 他在判断我这个故事 有没有可能正确的时候呢 他也先以5号为狼枪 再顺我这个故事 他发现 以5号为狼枪的基点 顺下来之后 完全符合 甚至有可能 甚至有可能 我一个猎人 5号机械狼学了我 他真的是个狼枪 哦 牛逼 我耿雪儿 京城大赛 女玩家 Top1 我就要斩边 7号了 你说有没有可能 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的问题出现在 他把5号为狼枪 放在了基准点上 我是骗人的 被骗的人 把5号玩家放在 狼枪基准点上 来盘这个逻辑 一定是通的 但是完全可以 不用把5号玩家 就是如果好人 不拿5号为基准点 不拿5号 狼枪为基准点 去想一个事 那自然也能盘出来 卧室了 所以就被洗了 这个就是被洗了 然后其次 他完全不聊 七十一的关系 我觉得他紧张发现在认狼 就是在求出 然后7号玩家说 5号玩家是一张狼枪 所以因为他知道 11号玩家发他 查杀11不是那个 真通灵 所以他在那个位置 用这样一通 认狼的发言 去自己出去 而且最最要命的 最大 他耿雪儿这盘战错边 最大的一个致命的 关键点 就是因为他自己是个猎人 5号一直发在守卫 他认为5号是个机械枪 学了他 故意给他守卫 是一份想发爆出局 这一点是最致命的 就是他的猎人是手 就是耿雪儿的底盘是猎人 注定他这盘战错边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 然后去带守卫 而且7号玩家 点的锦下狼 坑是8号9号跟11号 我听89都是狼 我锦上就觉得 8号玩家像狼 然后锦下觉得 9号玩家像狼 而且你们俩都保了4 你们跟10号玩家说 4号玩家对这就有戏不重要 4号玩家发言可太重要了 4的发言怎么可以保下来 所以我觉得89是开视角在保4 我听89都像狼 7号玩家去打了89 而且他盘了11为小狼 5号玩家为学道枪的机械狼枪 所以给我一张非守卫的牌 发守卫 为了就是让我推他出局 开枪 我觉得这个逻辑 相当之通顺 可能就接近于故事的真相 所以我锦下觉得 7号玩家可能能真通灵 那这轮就占边 因为7号玩家贵通 不是真通 7号玩家规票是7跟11的轮次 然后6号玩家也 作为唯一守卫也占边期 那我们这轮就在7跟11一头 好吧 但我觉得圈圈发言很好 可是锦下外哥真的发言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7号玩家 是那个真通灵 好吧 然后没有 但我觉得89是狼 我觉得589是三个狼 然后711里面 其实真通灵 11位狼我过了 1号玩家请考验 你们知道为什么 他们都能站错边 在找对外之位的狼吗 哎呀 哎呀 这5号8号1号 这宽宽被人点 没办法 而且一人带飞三郎队友 这盘就是 这盘就是一人带飞三郎队友 懂不懂你们观众 是不是 那我们说点结论性的东西 好吧 时间有限 5号玩家 机械狼枪或真通灵 对吧 99%机械狼枪 1%真通灵 所以呢 吃个大毒子没毛孕吧 吃毒没毛孕吧 然后呢 他为什么发你所谓呢 我大概也意识到了 就他学了你猎人 你也不用藏 肯定是这样 不然为什么 往你脑子上甩的 对吧 就不用藏 好吧 然后我现在 我锦上说567是三个狼 锦上567全是我好人 我已经猜到这地步了 有点伤自尊 你知道吗 三个人没一个 我才勾勾好人了 我这点也受不了 我现在 我现在 叫什么 叫什么 这个技工在世 就猜到这个地步了 我接受不了 好吧 我接受不了 然后呢 我们今天就71的轮次 对吧 因为5号我们是不让他出去 出去他能开枪的 对吧 如果你有 能开毒 可能轮次也会落后 因为我们有 我们这个板子是有大哥的 我们也不知道大哥学了 他也不知道 目前也没人盘到大哥是谁 对吧 所以71的里面投 对吧 我这个人是没有什么 坐标情怀的 我不会认为60单边守卫 他说占7 我就会去占7 对吧 我从你们认识 嘴大叔叔低先起 嘴大叔叔就不是那么玩游戏的 更好看 他听完11的 他听完11的发言 他也有可能改 对吧 他只是在那个位置 说占边7 对吧 所以我这个人 我拿好人 我肯定是有自己思考量的 所以我首先 我要听完11的发言 就你们老说什么 听89向狼这个辣哥的 我都没听到 所以我锦上最初 我觉得10向狼 我也说了 为什么我质疑了11的那一点 但12号人家给我解释了 对吧 我也能接受 7号人家锦下的发言呢 又把这个10号的狼面 拉高了那么一丢丢 拉高了那么一丢丢 没事 我一会再去听一下 11号人家对12号人家拆解 反正徐姐是在那胡言乱语 就徐元宇你 你可以 你这个名 怎么说话呢 说我们嘴大 那个5号玩家 那个那个了爆 说不是 他说5号狼枪还有大哥 我们刚才直播间 不是有一个弹幕老师 也这么说的吗 我们的弹幕老师 还说有双刀狼呢 这怎么了爆 这只能说嘴大和直播间 弹幕老师水平差不多 人家还不能觉得 还有个大哥呢 人家 人家不是了爆 人家就真的认为 还有个大哥 那不是 真够逗的 我们直播间刚才多少 弹幕老师还说 万一有双刀狼在怎么办 那嘴大现在没准 还真认为场上 还能有个双刀狼 那不是 同等水平 同等水平 你们不要说嘴大菜 那只是跟我们弹幕老师 水平一样 自白的没起错 没起错 知道吗 你这胡言乱语 对吧 没起错 就是性可能起错 什么五六十两个小狼 七十个大狼 没听懂 听不懂 现在六十单篇守卫时间 我能告诉你 是六十单篇守卫 你那第二个剧本肯定是不成立了 好吧 所以我也不知道 雪宇是好人是狼 怎么说 淡定先生是最大小号吗 淡定先生 怎么说 在这里发这种研究 真的有点受不了 因为我在听听看 对吧 小郭是懵懂状态 这个是我认的猎人 对吧 所以我觉得狼人肯定都知道了 你也不用藏 你不用藏 其他也没啥 我听完十一号发言 我七十一投一 我现在目前还是倾向于战十一 维持我井上的杨范 因为我战十一 他们都不知道我是狼的 对吧 我也没懂啥意思 也不用我的票的 也不争取我的票 就真的外罪把我放着 好像觉得好像 最后我能不由自主的 去站他们边 去站他的边一样 我受不了这种侮辱 受不了受不了 好吧 过了 十二号你要请发言 学姐名字没起错 他 嘴大你妈 两轮发言两轮聊包 我真的妈无语了 但是他确实是 感觉到二号是猎人了 然后那点聊的不错 现在今天扮演的 就是古代的猎人 所以直接就是 这时候也乱来越远 咱们给到的是一个 我这个位置必须立马狂澜 首先十一号玩家 一会儿不能拍五号玩家为大哥 因为你认识他是茶沙 你不要被期待 之后说 哦对对对 五号要打 我没听哦 大型聊包 哈哈 因为你不可能 拍五号玩家为任何大哥 对吧 就是让纯种茶沙 或机械双刀 那么双刀 他是不可能跳恋人的 前有陈明俊跳过了 对吧 双刀明是不可能跳一个统灵史的 所以只能是纯种小狼人 那么纯种小狼人 只有说今天他要出十一 你就会觉得十一更像同理史 所以你的票是被五号玩家 打到十一这里的 这是核心点 对吧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定好了 五号玩家为铁狼 那么他到底是大哥还是狼人 呃不是 到底是大哥猎人 还是一张纯种狼人 这是我们今天要去盘的 对吧 那么还有一点是 单边守卫交了站边 你们竟然把三放下了 三号玩家可是劝六的呀 他说语 你考虑一下 我觉得我家是挺好的 我觉得十一不错的 锦虾你跟我站一下 锦虾说的什么呀 我就要跟六站边了 三是怎么被你们放下的呢 一号玩家最后放三了 说哦他猛懂他猛懂 他不要太清醒这把 欧姆 外楼三是可以接受的呀 好吧那我觉得就是这样 如果五的票 二号玩家票如果是被五打到十一团队 十一就更不像通理师了 好吧 那我们不可能接受说 首先身份发对了 其次又是单边守卫交了站边 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思考量 硬思考 没必要吧 而且那边明查杀 或者是大哥的情况下 你二高肯定是七高呀 但是我们投票即站边嘛 最后看一下十一立晚宽来的发言嘛 是吧 我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过掉 十一号呢 请发言 小黑这个发言 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说 小黑这个发言 我跟你们说 现在场上有效果的 一个小黑一个反水 他俩发言是最有趣的 然后徐姐也有效果 徐姐发言 是真的让人觉得好笑 但是徐姐的发言让人觉得好笑 和反水和小黑让人觉得好笑 是不一样的好笑 你们能理解吗 这个好笑是不一样的好笑 但都让人觉得很好笑 非常牛 这三位玩家 是目前 在这个节目效果组里面比较厉害的 那么还有一点是单边守卫 5号玩家出调 5号玩家没有开枪 可以 你二高肯定是 是吧 圈圈这轮其实给了很多空间 他没有特别的去用力 他没有特别去用力 圈圈这轮其实没有给特别大的 远家 就是通灵师那种 用力的发言 他还是给了不少空间 可能是5跟11 因为相信11 5是查杀 你必须走5 如果你把5号玩家出调 5号玩家没有开枪 可以证明什么 我是个通灵 而7号玩家为那个 学了机械狼枪的机械狼人 学了枪的那个机械狼人 因为7号玩家为通灵 7号玩家说 我给后主位小狼发报 所以5号玩家为那个猎人 对不对 机械狼枪 那么如果5号玩家没有开出枪 就能证明我是 然后女巫就可以把7号人堵掉 所以7号玩家说 本局游戏的轮次为7跟11 这是逻辑1 所以我们今天的轮次 本来就在51里 如果5号玩家能开枪 5号玩家能开枪 他说如果5号玩家能开枪 这段他就出局了 因为 他是通灵 验了5号为狼 5号就一定不能开枪 圈圈说出 5号玩家能开枪的 他走远了 他已经走远了 这发言确实崩了 但你们视角里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在想说怎么能说服大家 我走好像 5号玩家要是能 这个时候已经就拍了 这个时候已经冤不开 这个东西不是聊怕 他是发言失误了 他是没有想明白 只从逻辑关系 他确实聊着聊着 就出局了 这轮偏偏必出局 太像在你们眼里会怎么样 但是不可能 因为我验了他是一个茶匙 你们不会觉得 我聊的有什么问题吧 我的警徽流是酒吧顺验 然后7号玩家我需要女巫的票 因为女巫的票不给我 7号玩家如果出局的话 侥幸有人分票 7号玩家出局 女巫就会被带走 但我不认为6号玩家会站错边 我一直在期待2号玩家特个首位 6号玩家居然因为7给你发了个精水 你能选择跟他站边 因为我是同龄 就很简单 你觉得我是一个同龄 你就出5 然后5号玩家没有开枪 他就是一个小狼 那我就变成同龄 7号玩家你就可以请他吃毒 这样狼枪也开不出枪 然后7号我能想到这局最高级的打法 是5号7号都是两个小狼 但是我觉得不会 因为这样的板子 7号玩家在起跳 5就不会起跳了 没有任何意义 对不对 所以我说警徽流就是酒吧验 酒吧验了以后去定2 因为2号玩家也打了8 9 那么如果7号玩家为狼 为狼枪 那么8号玩家跟9号玩家 如果里面有好人 他验出来什么就是什么 因为外面已经没有机械 狼人了 懂我意思吗 OK OK Perfect OK了 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酒吧顺验 如果有狼人就是8 9里面有狼 我就非给另外一个 如果我直接验了酒 我死了呢 我就警徽给6号玩家 他不是唯一首位吗 然后想一想 我刚才那句话 不是说黑黑说的那种 我只是说 如果从你们的视角里 你们觉得如果他开出枪来 会怎么样 因为我是给他发的茬 所以他不可能能开出枪 好吗 然后9 8 你是不是觉得3跟4 4号玩家更像那个凤贡局 就是很封个冰局 凤贡局 凤贡局 然后那个3号玩家呢 对他想让6号玩家参考你的意见 你是很有想法的 美贡局 美贡局 然后2号玩家敌国贡局 如果 如果你 你真的是一个好人的话呢 我也参考了你的酒吧 对不对 顺验 如果你是狼人 那说明他们里面有一个好人 我认为10号玩家紧上 赶点5 6 7 8 9 翻时间等 3号玩家发言结束 警长请归票 警长归票 说一下这轮的投票 虽然说这轮已经结 已经结束了 因为 狼队里面有一个找神高手 就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但是 如果这轮5号玩家可以投自己 如果5号玩家可以投自己的话 需要胆量 但是如果他能投自己 这盘我还能再骗陈斌一轮 哎呀可惜了 我只能短短的骗陈斌一轮 我本来想的是再骗陈斌一轮 只要王宝宝投自己 因为王宝宝投自己就吃毒嘛 对吧 因为因为王宝宝一定会吃毒 就女巫大概率会读王宝宝 因为他 他无论是信站边这个 7还是站边11都会读 5号只要投自己 KS就还能再站至少 至少还能再站错边一轮 可惜他这票11投出来之后 这票11投出来之后 游戏结束 骗不了KS 没有办法再骗KS 所以我就认狼了 让那个大哥认一下就完了 所以这盘 复盘到这儿 其实就就就就已经结束了 啊 就是把真的投影师扛退出去 总体来讲 还是比较 比较精彩的一盘吧 比较精彩 比较精彩一盘 用了一个赛季 一整个赛季的数据库 去骗了一把KS 去骗了一把KS 而且 也不用混KS 这这这个被骗不骗的很正常 KS也不可能 因为这点东西什么生气啊 这这很正常 但是 不管怎么样 这就还行 这就还还还行 行了 今天的复盘就到这了 今天的复盘就到这了 我第二盘第三盘 我留着之后复盘 如果不玩PUBG的话 我就复盘 要是不复盘的话 就就玩PUBG啊 人要是不够我就复盘 好吧 哎呀 时间不早了 弹幕老师们 我们已经转眼间到达了22点了 我的天哪 那就这么说吧 拜拜吧 要说再见的时间到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樱桃布丁的这个抖音号啊 他发了一个新的这个颜值视频 还挺好看的啊 大家可以看 其他的没了 我过了啊 拜拜了 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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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